很好玩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刚刚说小猪她的英文 是有一点日本英文的感觉 对反正舌头反正撸不直 总卷着说 就这个感觉 我们最近这个真话小姐 是在日本进行这个培训 然后这个体验之旅 非常精彩 希望大家继续的关注 但是我们接下来讲的是 这个主题曲 每一届的真话小姐 都有一个非常知名的男歌手 来跟这些华姐们互动 然后唱一首主题曲 那过去呢四届了 非常精彩 本届的是由 是由这个著名的歌手 任贤琪啊 小琪为我们唱一首 如果没有你 那从今天开始 也是一连三天 小琪就亲自会为你讲述 这个歌曲背后的故事 对对非常精彩 赶快来看看吧 2003年 凤凤卫视正式展开了 全球华人心目中 独树一帜的美丽旗帜 举办第一届中华小姐 环球大赛 第一首中华小姐的主题曲 美丽创世纪 因此而诞生 听说天上人间的美 一散落现实凡间 较远寻寻觅觅 天空海阔 天地悠悠 是要找寻 脱俗而出城的你 郭富城的深情演绎 凝聚美的智慧 陈光荣的奇力旋律 绽放勇敢的爱 小美的动人歌词 开创美丽新世纪 2004年由陈依逊演唱 填词人黄伟文 和作曲家郭伟亮 因美丽而相聚 对新美人主义 做出了全新的诠释 美的有意思 因为你是你自己 不做谁的影子 美丽一个心去真实 下一个窜期 现在有你在这里开始 05年的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继续呼唤人文关爱 以美丽的方式 关注慈善事业 让每一天都成为一个好日子 Good day 究竟什么叫珍贵 确定牺牲一切拼命追 有什么是比永远还要久的呢 在2006年华姐的主题曲中 或许你能找到端倪 有爱同行 内败精修 华姐就能永远自信地往前走 2007年中华小姐环球大赛 请来人先起主唱主题曲 《如果没有你》 并由她和彭吕欣联合普辞 如果没有你 这首歌能够成为我们这次 中华小姐环球大赛的主题曲 其实我们在写这首歌的时候 我们是带着一颗感激的心去写的 如果没有你的你呢 在每个人心中的定位是不太一样的 对我而言 我当时写的时候是 想到我的歌 想到我的家人 想到我的工作伙伴 如果我在音乐的路上 没有他们的支持鼓励 我可能没有今天的成绩 走不到今天这个位置 如果没有你 如果没有你 相信 我能不能依旧如此 天地 这是我们大赛的主题曲 我觉得也可以带出这些美丽的天使们 他们把爱心带来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 如果没有他们 那这个世界将会失色不少 所以我觉得 每个人心中都带来一个感激 感激在人生的路上 帮助过你的人 让爱传递出去 我相信 这么能互相传递 这个世界会充满爱 这是我唯一心愿 就是能陪你到永远